北高媽做便衣心裡已經35年了 堅持關懷救濟的力量 提供有一個醫療服務 無論是中生醫 中大一班 也就是典型服務 都是真心和真力 今年為了勤奏35歲 特別基板兩天比賽 有這鄉親到定來參賽 不但替便衣留下美好的紀念 可以用感動人的想法 來回饋便衣 用新的醫療服務 北高媽做便衣 是在海山地區 最重要的區有便衣 自民國74年生意高達 也已經經過35年的時間 提供在地鄉親 尤其是老大人 尚時節又親切的醫療照顧 在到沒做民眾的學樂 我個人認為 就是在北媽看診的時候 都很親切 醫師都很好 對病患很親切 然後各項的服務 都就是為病人著想 大家來這邊又就近 然後又有很好的醫療系統 不錯啊 我們老公也直接在 在做藥劑 在在洗腎 這鄭醫師也不錯 鄭醫生醫師也照顧很適合 參加中小醫教育 中大一輩 急診 也就是各種無從出術 便他都堅持活性 也就是在蓋財 人力上來做條件和進步 希望到北方 就會關心身體健康 也在最完成的治療 那我們的醫院的特色是 第一個是急重症 因為急重症是跟時間太賽跑的 所以不管叫救腦救命救心方面 這是我們一直去發展的地方 我們也羅制了很多醫學中心的人才 來提供具醫學中心水準的這個醫療服務 那剛剛另外提到中醫是我們最早開始的 所以中西醫核療是我們醫院一直在齊倡的地方 所以不管是癌症的治療 不管是關節的治療 不管是止痛的治療 不管是排尿的 我們都有中西醫核療的提供的相關的服務 面對35年的時間 便於特別基盤熱壓比賽 無限制參賽的主題 也無限制熱壓主題 希望鄉親發肥創意 去出特地流量的商品 那今年剛好是我們35週年 那是在11月27號 所以我們特別舉辦了一個攝影比賽 那我們希望把我們的醫院的那個精神 讓大家民眾一起來參與 把我們醫院在這個雲林地區的這些醫療活動 做一個見證 做一個紀錄 熱壓比賽的報名日期 九十月二十月二十月 無論是受過病醫救在的人 也許跟他那些朋友都能到中參賽 慶祝北甘媽祖病醫35歲的生日 現在是蔡依庭 彩虹報道